中田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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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的概念是一个就是三个小美眉在尿尿的画面 小朋友其实就会在路边很自由自在的就是可能就尿尿了起来 这三个人表情首先是右边两位就中间跟右边这位 这两位小朋友他们表情比较不会害羞 比较是纯真的小孩子的一个状态 然後最左邊的那一位小朋友 就看起來就是有害羞的感覺了 就是他在漸漸長大的一個感覺 這次帶來的作品裡面呢 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就是害羞 或是不好意思 然後所以呢他同時 他覺得這幅畫裡面除了小朋友 也把這個共通概念有一起帶進這一幅畫裡面 這兩個框框 這兩個框框是老師自己製作的框框 因為這次的主題是小孩子的房間 那小孩子的房間一定有玩具盒 所以這兩個框框是一個玩具盒的概念 右邊這一幅的小孩呢 他有穿了一個叫做就是白色的熊 它是一個就BOOM MADO 就是一個日本比較傳統的 大家家喻戶小的一個賣蛋糕的店 然後那個蛋糕的店他就是小時候都會播廣告 那個回憶呢就是說 很想要忘掉也忘不掉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伸直在自己的心裡面的一個 小時候會天天看得到的一個回憶 我這一幅畫是一個小朋友在感冒的一個畫面 他就是非常累的躺在那個臥病在床裡 大家小時候都會有個一樣的感覺 就是好像還滿常感冒的 感冒的時候就很辛苦啊很累 就會開始想說完蛋了世界末日了 然後我是不是好不了了 但是有時候就是 只有可以看到就是平常去學校的時候 看不到的電視 再來就是說想要畫更接近生活 所以畫了一隻蜥蜴在那邊 那那隻蜥蜴呢 對日本的人來說是一個滿共通的回憶 是在二十幾年前有一個就是 應該是車子的廣告 然後一個登場的一隻蜥蜴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這是一個也是一個共同回憶的概念 老師就把它放到裡面去了 在這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